谭香渺然,魏无羡被点了穴道趴在蓝望鸡身上,分毫动弹不得,神思也跟着飘渺了起来。 我这算是什么经历,重生之后就这么被死对头强行带回了云深不知处,这个他曾发誓再也不太足的三千条家规的地方。 哦不对,路过时看见已经增添到四千条了。 不是,我这也太耸了吧,而且这个蓝湛,他又是怎么一回事,这可是你说的,这个人,我带回蓝家了。 魏无羡想起当时蓝望鸡的语出惊人,仍旧觉得不可思议,他还真的说带就带。 自己怎么跑都得抓回来,虽然上辈子蓝湛也常说要带我回来,可几番争执之下都没成,可怜我这辈子重生成了这么个自治不佳, 毫无反抗之力的柔弱男子,就这么被他给直接抓回了云深不知处。 蓝湛啊蓝湛,你可真是个执着的可怕的男人。 魏无羡心里憋屈,思及来云深不知处的路上,他几十次白天夜里逃跑被抓回来的经历,一想起来就绝望。 明明当年的小古板看两眼春宫都能恼羞成怒,气急喊滚,结果现在连他们两个这么亲密姿势都能忍, 竟然还让我一晚上都这样。 我的天,蓝湛才是被夺射的那个吧? 还有,蓝湛的戒边痕,又是怎么一回事? 那一幕似曾相识的感觉,又是为什么? 三十三道戒边痕,这么重的刑法,怎么会是在蓝忘机身上的? 魏无羡方才只远远在冷泉边常窥了一眼,心底便准确浮现了那些纵横交错着的戒边痕的数量,他却不觉奇怪。 左思右想,魏无羡都觉得不可能。 蓝忘机是谁,那可是多少世家子弟的楷模,名门雅士韩光君,怎么可能受这样重的? 惩戒意味,也弥足深刻的戒痕边刑法,魏无羡趴在蓝忘机身上,挣扎了前半夜, 终于拜奶丧气,脸皮贴在蓝忘机右胸膛处,不再有尝试动作。 此刻亲近,不仅是鼻息间,魏无羡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浸满了蓝忘机身上的檀香。 睡着之前,他迷迷糊糊思考道,那么多戒痕边,莫不是与我有关,莫名其妙的是,心神放松之后, 谭香安神的作用就上来了,魏无羡眼皮合上之后,模模糊糊糊地熟睡过去,沉入了漫长的过往梦境之中。 彩衣镇内,人潮涌动,正巧是是霍日。 街道地上偶有黑影掠过,不消抬头,这些商贩也知道那是仙家的人正遇见飞行, 何况山上本就有一座仙府,该是其他大家弟子来求学的日子。 近日这样的现象又较为频繁,彩衣镇的人也早就见怪不怪了。 酒家惊奇随着淳欲的酒方飘扬,钻进魏无羡鼻子里,勾起了他的蝉虫,寻味而俯望。 魏无羡恰见一袭白衣渺渺然步入了酒方。 江城 江城一脸防备地看过去,见他那副兴奋的表情,又闻见这酒香,便知他动了什么心思。 出声警告,魏无羡你给我悠着点,姑苏兰氏敬酒, 咱们去蓝家求学你还敢先去喝酒,别给我丢人现眼行不行? 放心吧,我悠着呢,我发誓,去之前绝对不喝,魏无羡口头连连保证,心里却道,蓝家敬酒。 行,去之前不喝,去了之后,一定得喝,还要天天喝,听说姑苏兰氏规矩死多,现在明明还早, 马上就要进那重重贤祖之地,你就这么上赶着,被束手束脚。 魏无羡不死心道,江城无话可说,可耻地被他说得意动了。 于是两师兄弟先在山下彩衣镇游完了两三个时辰, 中途魏无羡想跑去喝酒,被深吸其烈性的江城给扯住了梅去城, 如此直到黄昏,二人才上山映刺。 路过归讯时,魏无羡对着三千条迂府的家归,嘖嘖有声,叹为官职。 等到入了蓝氏仙阁云深不知处,才算见识到姑苏蓝氏的底蕴与雅正。 亭台楼阁的规制大气而典雅,端方普正,枝蓝玉贵匆匈御郁,浅溪流石淋淋花花,连脚下的路都是仙尘不染的白石扑就而成。 魏无羡进了云深不知处,就开始回望周围的白墙,忽然望见了一道人影。 白衣人影背对着魏无羡,正微微仰头,望着一方空墙头,明明只是如此平常的举动, 却无端地让魏无羡觉得,那形单影之的白衣人,正承受着莫大的悲戚与哀痛。 江城往前走了几步,发觉身旁跟着的人没了。 回头一看,魏无羡这小子落在身后站着眉洞,向右在发呆,江城黑着脸退回去,使力往他背上拍了一掌。 发什么呆啊你,江城赤道。 没什么,随便看看,魏无羡如梦初醒,敷衍两句了事。 心道,总不能说,我瞧上了那面墙头,觉得他很适合翻墙出入吧,将成美好气地摆他一眼。 道,本来时辰就不早了,还不快去找客寝居所。 好好好行行行,魏无羡连声诺诺。 事业 白石小镜上,云纹白靴行过无声,步伐稳重。 一把缓带与银剑上的剑碎飘然又垂下,其主止步于此,一双弹彻的眸静默望向了墙头。 此夜月华如练,可墙头上有一席的黑衣人影,他一半侧颜模糊不清,隐约可见他口中正叼着一根蓝草舞舞晃晃,被对着这方,握在墙瓦上。 一条腿垂下来荡荡悠悠,右手脱腮,端得是一派不拘小节,风流倜傥。 忽而,那人似闻合声,竖着红绳的马尾一摆,将要回身与这方相望时,自墙头一跃而下,蓝望鸡同谋微缩。 脚脚划光照耀,转眼间,人影消散,只见空无一物的墙颜,接着,墙外转来细微的一响,蓝望鸡沉眸望向墙头。 那少年手提两谈天子笑,身姿矫健地翻上墙头,却不幸遇上了蓝路虎。 夜归者不过卯石墨不可入内,把脚收回去。 蓝望鸡冷声道,墙上提着酒的少年僵硬了片刻,心道,大意了,居然撞上夜巡的人了。 而且,我这腿都迈进来了,这叫我怎么收,蓝望鸡眉间微凝,见他手中还提着什么疑似饭尽的东西。 碎足间微点,飞身踏上了墙头,与他相隔几丈。 两相遥望对质,冷冷地质问道,你手上拿的是什么? 魏无羡听到此问,眼前一亮,仿佛找到了补救之法,虽兴致勃勃地伸了一只提酒的手,将酒坛递给了他,笑道,天子笑,分你一谈,当作没看见我行不行。 只可惜,这补救之法,却是捅出了更大的篓子。 蓝望鸡面上冰寒更甚,赤道,云深不知处尽酒,醉佳一等。 行贿失败,魏无羡稍显尴尬,目光便一直留意着墙下那人,低房中又不自觉开始打量他。 看这小公子的样貌,应当与我同岁,怎却如此死板无趣? 真是可惜他这张俊俏的脸,非要穿这一身披码带笑冷着个脸,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小古板,看来这回是躲不过去了。 最后,魏无羡心里敲定结论,也迅速有了应对之计。 他洋装丧气道,连这都尽,你不如告诉我,你们家究竟有什么不禁? 蓝望鸡铁面无私地答道,山门前规讯时尚游,你可自去查看。